Libi Radio 真相發掘 以下節目 所有內容純屬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你確定你對手上的聖經 遼如指掌 你確定你所得知的宗教知識 真是神的演繹 當你指責別人是異端的時候 你自己又有沒有曲解聖經? 孝天讷 宗教研究學家 帶你從新的角度了解宗教 聖經研究 明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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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好,我个人是肥肥的,整天都不做运动,只顾着打机 刚才我在家跑了几步,大概跑了两分半钟左右 然后就扯了,很辛苦,所以录这段影片 可能你见过这些呼吸好像不太畅信 突然有些声音出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我不是谈我身体状况的问题 我今天想谈一下,因为我这个频道 其中一个想做的事情 就是有时告诉基督徒,我是出于好心的 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盛行的说法 或者盛行的想法 但是其实是不正确,是过时的 我就想指出 有时跟朋友谈论信仰问题的时候 说出这样的事情,会很奇怪 在基督教里面 其实有时你跟人讨论信仰 讨论上帝存不存在等等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陷入一些很奇怪的 会出一些很古怪的逻辑出来 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们又觉得 我突然之成理 其实在之前 我有一篇 有个视频 是批评影音市团一篇文章 是说他们里面的逻辑谋 里面也有些过分 不过今次我攻击的对象 不是影音市团 我不是攻击他 不过我就是想拿他作为一个示范 就是分身示范 也算是他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奉之一 我就是想拿王胜志议员的一些言论 作为一个讨论 那谁是王胜志呢? 有些人不熟悉的,他是香港的议员 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如果你不熟悉他 你上YouTube 打万人见识录 议员王胜志 你可以看他的见证 你看完这个见证之后 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 为基层拼命的议员 但是他本人就是不可以过基层生活 因为有几年他没有了议员份工 他就说见证非常关苦 真的很惨 但是上帝祝福他又让他做议员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为基层奋斗 但是他本身就不想做基层 你想想一个这样的人 其实就是现代版的阿伯拉罕 雅各尔撒 就是他们 就是有钱 就是受神祝福的 就像若白一样 就是他在物质上 就是在生活上 非常丰盛 不是说他大富翁 但是也是得到上帝祝福的仆人 怪不得他这么大力为神说话 为教会说话 他也很支持罗亚方舟的事工 希望把福音能够传遍地极 是吧 他最近很出位 有一些言论我想讨论一下 首先有一天 据报道 他在立法会开会的时候 他就不开会去旺角的一些地方 他就在那里被人踢到脚 据他说 他相信对方是蓄意施杂 因为对方是提腿 踢他 施杂之后 就施施然离去 他就谴责这些暴力行为 据报道说 他不排除这件事 就是伤到他的事件 是吧 他不排除就是早前冯伟光 声称被人民力量 王毓民打伤 就触发这次的事件 是吧 他这个说法 如果你想看照片 你可以点进去 他就指出 他那个 四十几吋小腿那里 就脱了少少皮 你可以看看 他就不排除这件事 是和王毓民的事件有关 基督徒很喜欢这样说 什么东西都不排除 他不排除这些可能性 他可以当真 他基本上是 但是你要明白 在理性上 是几乎上任何一个可能性 都有可能发生 例如在医学上 一个有癌症的人 他下一秒钟 是有可能突然间没有了 没有医过他 突然间没有了 是有这样的事例 是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你不能够假设这件事会这样发生 是吧 很流行的 例如最好的例子就是 早几年的时候 七八年可能 梁烟成和影音士团第一次上阿拉纳山的时候 他在山腰那个不知什么地方 他看到有一块石 他那时候 就已经说 他跟这边温哥华的真理报 说 那个应该就是 罗亚方舟的船链 是吧 他见一块石 他就说是船链 是吧 当然 你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 是吧 但是不代表他是 是吧 你要证实他是 是吧 你还要有很多需要其他东西 你要证实他是来自哪里 是吧 起码是那些青苔等等 是吧 还有为什么会在山腰那里 之类的东西 你不能够说不排除 你当他是铁的 是吧 影音士团后来过几年 学坏手势 第一次上山 就有过梁烟成 对他们有坏影响 是吧 之后他上山 就是了 结尼远 在山洞里 看到有些好像木 那样的东西 他又说是罗亚方舟 他说是罗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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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木 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 所以应该是罗亚方舟 然后隔几年 在第二个地方 又看到第二些木结构 他不能够排除那个不是罗亚方舟 是吧 他不能够排除那个是罗亚方舟 然后他就说那个是罗亚方舟 然后他就拍了罗亚方舟 《罗亚方舟惊世》第二集 又说是罗亚方舟 当有人问他 那里又有一只罗亚方舟 这里又有一只罗亚方舟 然后他就说 你不能够排除一个可能性 就是罗亚方舟 裂开几个 那你都说了 你说到不能够排除可能性 是吧 你基本上是乱说的 你这样 所以这些说法真的要解释 还没完 还有第二段 另外一个在基督教很盛行的说法 就是叫人提供证据 证明什么什么 但是有时候是很无理的 例如 黄毓民在台湾 和民主党另外一个人 就是出卖选民 支持政改通过的民主党 如果你不熟悉时事